男人每天早晚都要对妻子的内衣进行拍照对比 只为确定妻子穿了哪款出门 看到过于艳丽的款式 就会贴上肮脏的便利贴 七年来这种极具侮辱性的便利贴 贴满了家里的每个角落 更令人窒息的是 一个130平的家 就被他设置了六架监视器 只为监视妻子的一举一动 在这种不健康的婚姻中 女人终究还是犯了每个女人都会犯的错 瑞震是一位电视台知名女主播 这天她跟好友约饭 遇到了自己的一个狂粉 年下弟弟的满眼星星 让早就跟男人断绝一切关系的她 顿时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虽然嘴上说着不要 但更直白地说 她非常享受这种能让别人心动的感觉 于是后来就经常的光顾了这家店 久而久之 两个人的关系也有了生化 耐不住小奶狗撒娇的瑞震 就这么静静地陪着她 突然一通电话 瞬间坏了小奶狗的雅致 她一把夺过手机 将手机调成了飞行模式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我行我宿 还特意删掉了刚刚拍摄的视频 结果下一秒 小奶狗就露出了自己的本性 故意放下的手机 清晰地拍下了所有画面 更恶心的是 小奶狗竟然将她散布到了网上 从此家喻户晓的女主播 瞬间沦为了全韩国人讨伐的对象 迫于压力 瑞震不得不辞掉工作 而如今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到申圣汉 一个专达感情问题官司 并且战无不胜的艺术家律师 深圣汉觉得她的处境很不乐观 所以想要离得漂亮 就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瑞震当然很清楚 可律师也只看事情的表面吗 难道不听听事情的原委和客户的诉求吗 申律师也不过如此 瑞震刚要起身离开时 申圣汉连忙表示道歉 并真诚地询问其他的诉求 只是谁也想不到 瑞震竟然选择放弃所有财产 这个答案让申圣汉很是不解 这样恶劣的情形下还在发挥母爱 难道是另有隐情吗 看到女人如此坚定地回答 也证实了她的猜测 可目前状况对她十分不利 也只能先给她一些建议去证实一些事情 然后再去做下一步的打算 晚上瑞震回到家 贴心地为儿子送去水果 换来的却是嫌弃 刚一出门 就遇上了恶心的变态 一见面除了日常的侮辱 这一次甚至动了手 为了不再给儿子增加压力 瑞震尽力地压着情绪 这一次就算是拼得你死我活 她也要选择带走儿子 离开这个恶魔 第二天瑞震就把关于丈夫的一切恶心行为 告诉了申圣汉 果不其然这里面是有猫腻的 恰逢其时的相遇以及偷拍和散播 这一切似乎是有预谋的 申圣汉也理出了一些思路 调解于这天 申圣汉另辟思路 他向审判长讲述着 这么多年来 丈夫疯狂地监视癖好 不仅让他丢掉了所有朋友 就连跟同事聚会都需要拍照证明 但为了孩子他都选择了忍下去 虽然瑞震犯的错不可饶恕 但这和争夺抚养权有什么关系 如果考虑孩子健康的生长环境 这种变态行为 岂不是更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希望审判长进行详尽的调查 结束了势均力敌的调解 申圣汉提出想要见见他们的儿子贤佑 并同时让事务长以粉丝的姿态 去警局举报视频存留问题 与此同时 因为需要贤佑的心理报告作为依据 他便乖乖地进行了测试 把讨厌妈妈直白地表述了出来 结束后 男人毫无感情地询问着 此时处理好视频问题的 申圣汉也找到了贤佑 看着如此听话懂事的男孩 一提到母亲 就颤抖着表达着不满 听了贤佑的话 申圣汉心里五味杂陈 因为他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晚上的时候 贤佑突然像疯了一样 一把夺过父亲拨打急救的手机 狠狠地摔了出去 整个人发狂不止 看到孩子都是因为自己才变成这样 瑞震哭着给深圣汉打去电话 决定终止委托 有什么意义吗 刘雨昕 病院에 실려왔어요 갑자기 발작을 아빠가 119 부르려고 핸드폰을 들었는데 그걸 뺏어서 던지고 또 집어넣지고 또 집어넣지고 그만해요 그리고 현우 안정 찾으면 나가셔서 24시 국밥집 같은 데 찾아봐요 그리고 식사하세요 든든하게 이길 거고요 이길 겁니다 이길 거니까 식사하시라구요 이길 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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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庭上 瑞震狠狠地甩了丈夫两个大逼斗 虎毒还不食子呢 他到底是居心何在 竟然强制自己的儿子观看小视频 瑞震知道真相后 彻底崩溃了 就在开庭的早晨 贤又主动将深圣汉约了出来 李信儿又温暖地相处模式 让他坦诚地说出了一切 无法磨灭的伤害 也深深地烙在了孩子心上 如今家庭破裂已成定居 抚养权到底是归妈妈还是归爸爸 孩子的意愿也成了最重要的依据 为了摸清他的心思 深圣汉用假社群问道 현우하고 딱 한 명만 더 살게 된다면 현우는 누구랑 살고 싶어요? 엄마요 엄마가 죽을지도 모른다는 생각을 했어요 가끔 아무도 몰래 베란다에 맨발로 서 있어요 原来妈妈的痛苦 她全看在了眼里 但年幼的自己 在还没有能力保护妈妈时 就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这对她来说 简直就是人生中最糟糕的事情 可她心里也很清楚 如果跟着恶魔父亲 自己的人生估计也就废了 这也是瑞震离婚诉求的唯一理由 所以为了帮妈妈 她交出了自己的日记本作为证据 法庭上 深圣汗大声地读了出来 엄마는 항상 없다 요즘은 항상 아빠랑만 있다 그래서 불행하다 나를 불행하게 하는 아빠랑만 있는 내가 불상하다 对方律师立马阻止道 小朋友的情绪不稳定 所以不能将年幼孩童的焦虑不安 视为法庭的证据 既然孩子的证词不算 深圣汗便将男人揪到了被诀问的位置 강혜삽 씨 그 형우 군에게 그 불안정한 어린 아들에게 혹시 이서진 씨 동영상 보여줬어요 초등학교 3학년인 어린 아들에게 강혜우 군에게 그 동영상 보여줬냐고요 狗男人竟然还觉得 这一切儿子就应该必须知道 知道自己的妈妈到底是什么货色 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能跟妈妈生活 瑞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颤颤巍巍走到男人面前 狠狠地甩了两巴掌 情绪也随之彻底崩溃 虽然最后战无不胜的深圣汗 帮他赢下了这场官司 但如此可怕的事实 也让他真的不知道 要怎么用尽一生来弥补自己的孩子 晚上回到家后 瑞振努力地想要做一个称职的妈妈 贤幼也看出了他的用心 便欣然地接受了一切 看着乖巧的儿子 瑞振心里很不适滋味 愧疚感驱使着他 默默地跪在地上 嫌弱比谁都知道妈妈的痛苦 所以他愿意选择原谅 愿意接纳自己的妈妈 可这种畸形的婚姻 女人为何还要坚持七年呢 深圣汗也很好奇这个原因 所以在他因为胜诉来答谢自己时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原来瑞振的哥哥跟前夫是好朋友 两个人一起开创了事业 后来哥哥因为沉迷怼过 挪用了公款 就在公司濒临破产时 前夫卖掉了一套房子解决了一切 瑞振觉得很亏欠 便嫁给了他 可就算在亏欠 这种窒息的婚姻生活 也早已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就在瑞振准备提离婚那天 爱赌博的哥哥 又一次输掉了好多钱 喝得烂醉的他 最终因为车祸去世了 这一刻 瑞振因为害怕 便停下了这种念想 但没想到的是 日子最终还是过成了狼狈的样子 虽然目前的状况还不错 可那个变态真的就这么轻松放弃吗 男人每帮助一个深陷泥沼的女人成功离婚 就会给葡萄涂上一个颜色 如今只剩下最后一颗的时候 宝洁阿姨找上了门 可这个想离婚还要问价钱的阿姨 竟是这栋大楼的房东 可看似华丽的称谓 实则只是婆婆的一个傀儡吧 每天除了要解决租户的烦恼 还要一边打扫大楼 一边靠坐兼职替婆婆还房贷 可谓是韩国县里最勤劳的女人了 但如此孝顺的儿媳妇 却永远入不了婆婆的眼 阿姨年轻时 因为图丈夫帅气的容颜 不顾家人反对 又哭又闹地缠着她 成为这家人的儿媳妇 所以就算婆婆在难缠 她还是忍了下来 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婆婆嫌弃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除了自己的儿子是个宝贝 其他人全都活在了她的恶语下 这边刚损完孙女 就开始找儿媳妇的事 怎么还不回来 是想饿死我们好继承财产吗 而此时忙碌一天的阿姨 也刚好到家 还没来得及冲个粮 就被要求立马做饭 女儿的贴心 也成为了阿姨的唯一之主 至于丈夫早就成了 一个无用的板上 可就算婆婆再怎么骂自己 阿姨都无所谓 因为她觉得这都是自己活该 但骂自己的女儿 她实在是忍不了 于是睡觉前 她再次和丈夫沟通此事 可无用的丈夫只会转移话题 趁老婆一睡觉 她便悠哉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完全没有任何烦恼 凌晨四点钟 起床准备干活的阿姨 突然被婆婆宣布了一个通知 明知反抗无用的阿姨 还是心平气和地对婆婆说 孩子大了 注意监房实在是不合适 没想到婆婆劈头盖地地将她骂了一顿 无奈之下 阿姨只好先出去工作 越想越不合适的她 最后将丈夫喊了出来 将事情原委讲了出来 丈夫也表示会处理此事 抱着只能相信丈夫的心态 阿姨继续去工作 结果晚上一回家 就看到了最糟糕的画面 是否腾出一间房出租补贴家用 又引出了一大堆旧账 小女儿表示 家里这样还不是因为爸爸 眼看越吵越凶 丈夫却毫无用处 阿姨只好咬着牙犬婆婆不要再说了 结果换来的却是更加羞辱的词汇 小女儿气不过 走过去质问父亲 你怎么总是不说话 就不觉得妈妈可怜吗 看不惯的婆婆 直接上了手 阿姨一声怒吼 忍无可忍的阿姨 静止走向恶婆婆 一下两下三下 通通的还了回去 对自己怎么样都可以 动手打自己的孩子就是不行 阿姨用尽最后的勇气 守护了自己的孩子 可是这婚姻还能保住吗 恶婆婆为了教训而媳妇 故意住在医院里不回家 而一旁的男人 竟然连一具屁都不敢放 摊上这样的家庭 阿姨实在是忍无可忍 于是她鼓起勇气 找到了专打离婚官司的深圣汗 也许是太过紧张 一坐下来 阿姨就狂喝水 等整理好心情后 这才说出了自己的苦恼 但离婚的原因 阿姨却迟迟不敢说出口 因为这一次 确实是自己不占领 对恶婆婆动了粗 但一切都事出有因 可羞于表达的阿姨 还是没有合攀脱出 只是表明就算是离婚 她也要拿到属于自己的东西 但沈律师表示财产分割可仅限配偶 阿姨也表示这栋房子是窝团费买的 当时因为事业在走下坡路 害怕破产就一无所有的他们 便把其中一栋过户到了婆婆名下 并且过户这件事 也是他们母子过户完 才告诉了自己 因为在他们家 就没有人在乎过她的意见 深圣汗听着阿姨的遭遇 虽然很同情 但这件事也确实太棘手 阿姨也很清楚 虽然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 可当看到自己的孩子也是同样遭遇时 就不想再忍下去了 所以这一次为了孩子 也决定要离婚到底 晚上窝囊飞回到家 不仅不主动沟通 还躲到了房间里 阿姨越想越生气 她静止走进房间 窝囊飞不耐烦地接着说话 接下来你是不是又要说 我生意失败 整天只知道喝酒 你要面对债主的催债 又要照顾孩子 被生活压得喘不过其来 阿姨失望地表示 你跟你妈妈真是一模一样 我真的太傻了 竟然还在期待些什么 此时懒得吵架的窝囊飞 希望妻子能再体谅一次自己的母亲 好好地去医院道个歉 韩国村的气派真是太多了 此时深圣汗看着自己的葡萄 明明就只差一颗了 没想到竟然如此棘手 但从不认输的她 明知道败诉的机会更大 也选择了用尽全力去调查 首先就是要打听一下 婆婆与儿媳妇的为人 这件事交给好友 简直是在适合不过 在她的乔装打扮之下 轻松成为了妇女之友 也找到了第一手情报 原来阿姨竟然默默承受了这么多 看来胜诉的希望还是有的 于是深圣汗再次找到了阿姨 一边帮她打扫 一边打听着 是否存在更有利的证据 这样的话支付明细就可以向法律申请 但问题是光凭那份交易明细可能还不够 或许当初你婆婆和丈夫 有没有留下什么公正文件 深圣汗尽力地挖掘着 但阿姨却听得一脸懵 但仔细回想起来却发现 窝囊费当初好像真的提过这件事 但问题是窝囊费为了自己安心 把这些文件全都放在了婆婆手里 于是找到这份文件 成为了阿姨的首要任务 晚上她偷偷溜进了婆婆的家 快速地寻找着 结果怎么也没想到 这天婆婆竟然拒绝了儿子的陪护 听妈妈话的窝囊费 就这么回到了家 但又不想面对妻子 于是直接走到了五楼 结果还是碰了个正着 两人面面相去 没了信任的夫妻 裂痕是不是会更大呢 此时还一无所知的深圣汗 也遇上了此生她最看不上的人 一个阻止她见外甥 阻止她失业的恶俗律师 为了彻底毁掉深圣汗 恶俗律师也盯上了这个案件 准备将深圣汗的葡萄园 彻底毁掉 但她真的有这个能力吗 女人终究还是向恶婆婆低了头 自从忍无可忍动手打了婆婆后 女人便下定了决心 必须要离婚 离开这个令她窒息的家 但也必须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可无能的丈夫 早就私自将房子过户给了自己的母亲 如今本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就这么变成了婆婆的私有资产 但好在丈夫当时跟婆婆签下了公正协议 并录下了房子只在婆婆名下 所有权归自己的录音 于是只要找到这个证据 女人便可以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可偏偏在搜寻的过程中 被丈夫正巧撞上 女人彻底崩溃了 她怎么也想不到 知道一切的丈夫竟然还能这么对自己 丈夫也表示很无奈 沉默的丈夫 突然对她说 你要找的东西不在这里 原来她早就知道了妻子的意图 已经提前将东西藏了起来 没了这份最有力的证据 深圣汉只好寻找其他的突破点 只是没想到 在跟女人的交流中 除了婆媳关系紧张之外 夫妻之间妇女之间的感情还是不错的 此时女人突然提到 婆婆已经开好了诊断证明 准备对自己提起诉讼 有了如此重要的情报 深圣汉又给女人出了一个绝招 我们也反告回去吧 有电视频 怎么会是任由 没有动靠音吗 你听声听着就不不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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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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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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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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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越听越荒唐 这不是让自己撒谎吗 但一想到只要能拿回房子 也便听从了律师的计策 此时女人的丈夫这边 也被申律师的死对筒描上了 并表示愿意免费为她打离婚诉讼 但男人说自己并没有离婚的打算 恶俗律师谎称自己的小姨子就在他们小区中 知道了这件事后 纯粹是想替男人分担 此时家里的女人 一想到要用说谎获得胜利 整个心就七上八下地乱跳 可曾经的回忆又不断敲打着她 好不容易可以跟丈夫一起旅游室 婆婆又故意来找她 毫无地位的女人 立马就取消了旅行计划 最后只能自己咽下所有的委屈 一想到这些残忍的画面 女人就忍不住抽气起来 就在这时 丈夫气冲冲地回来要求女人 不要把事情闹到法庭上 要不然自己绝不会坐以待毙 但女人根本没听进去 并按照了深圣汗的交代 对男人说 自己并没有打婆婆 是她自己摔倒了而已 害怕母亲会受到伤害的男人 主动找到了恶俗律师事务所 接受了他们的帮助 但又害怕是妻子一时生气 才说的气话 于是只好又找到妻子 希望她能停止这一切 但女人的立场异常坚定 气得男人当场喊冤叫屈 怎么会为了这种女人愧疚一辈子 而此时深律师也正好来方便 不站立的男人 站起身表示 这就是她想让我吃的苦头吗 深圣汗很是无语 她只是对婆婆的故意刁难反击罢 但男人什么也听不进去 一切都在法庭上较量吧 很快就到了诉讼日 一进场双方律师都提交了所有的证据 女人也很快就占了上风 可几十年的夫妻对不公堂 让她心里很不是滋味 于是她突然喊停了一切 并主动承认了自己动手打婆婆的事情 但关于那栋房子 自己还是要争取属于自己的部分 对面的男人心里更是五味杂陈 看到妻子的坦诚后 男人竟然提交了那份最有利的证据 听着清晰的录音内容 女人泪洒现场 她没想到丈夫最后竟然会帮自己 原来这一切都是深圣汗的进化 本着相信男人真心的希望 最终换取了女人的胜利 此时家里知道一切的恶婆婆 彻底慌了 责骂着儿子 为何要给一个毁自己虔诚的女人 要不是她 你早就和副校长的千金结成连礼 走上人生巅峰了 听着母亲的空头幻想 男人这才说出了一切 我那个妻子不是前面见过 自然家她的才是否负了 那么假面 我女的婚姻 她都录自负了 我妈妈妈的生意 所以穿着属于 我很想想保试了 就是 每日水平有经历 她不断了 她 吉他 雨去 胆口 送了 員 她的 我 又不得到 原来真正毁儿子前途的人竟是自己 恶婆婆再也没了嚣张的起言 面对勤劳的儿媳 就要离婚了 还对自己端茶倒水 跪地道歉的样子 她也彻底软了下来 解开一切心结的两人 终于变成了真正的一家人 虽然情绪可以修复 但伤害永远不会消失 所以一定要学会爱自己 咖啡厅里 两个女人沉默地较量着 小山蹬鼻子上脸 原配便借力打力 对面的小山 背下的一句话也不敢回 真是示威不成反被戏梦 看来离婚诉讼之神的深圣汉 这回又要有新的难题了 不过在处理别人的家务事之前 她自己却先摊上了大事 好友挂掉电话后 便给她发过去了高能视频 深圣汉看着手机里 疯狂弹奏的自己 看来她的秘密是再也藏不住 原来离婚诉讼之神的前身 竟然是一名著名的钢琴演奏家 因为妹妹被丈夫欺负 掉入了离婚诉讼的深坑 不仅失去了家庭 也失去了儿子的抚养权 更悲惨的是 连自己的性命都没保住 无法理解的她 直接夺掉了男人手里的句话 狠狠地摔了过去 应该在这里受伤的人 却跑来吊咽 她痛哭着为妹妹含心 这一刻她便暗暗发誓 一定要做一个成功的离婚诉讼律师 为天下手无寸铁的女人 谋一片公正的土地 于是天生聪明的她 在短短两年内就成为了律师 并成功解救了众多家庭 俗话说帮人帮到底 所以当瑞震重新出现的那一刻 深圣汉很想拒绝 但一想到只有帮她搞定了工作证明 才能继续保住她的抚养权 在看到她那与长相 完全不同的惊人技能后 公司多一个人 好像也变得不那么为难了 怎料刚开心没三秒 恶俗律师和柔西便登门拜访 指着深圣汉的葡萄 不想过多搭理她的深圣汉 让她有话就直说 别在那扯东扯西 吃了别的男人 只好开门见山的船打着 优先去下面一天 而且有一天 十二天 你 death 这个人 担长和百二的人 担长和百二的人 批桃卖 你什麼 传五年 没皮没脸的男人 竟然还主动来腰上 这可真是抱上了基因后妈的大头 只不过这可不需要狗 摇摇尾巴没人搭理后 恶俗律师气到故意掺入 深圣汉的离婚诉讼 只不过实习生计不如人 最后什么威胁都没有产生 深圣汉的辩解不畏输赢 只为唤醒内心深处的爱 这也着实给他上了一课 瞬间成为了深圣汉的谜底 回到公司便主动提出了辞诚 更想不到的是 他竟然还跑来应聘 深圣汉更加无语了 自己的公司什么时候变成被迫招人了 他果断拒绝了崔俊的情形 不过既然赶来 崔俊便做好了失足的准备 身深圣汉要被气疯了 原来让自己射死的六月男人 竟然就在眼前 直接婚姻诉讼官司的传奇律师 怎么也想不到 竟然有一天要为三姐辩护 这天事务所里来了一对特殊的男女 女人不遮不掩 上来就承认了自己是三姐的事实 由于语言配见面摊牌无果后 便找来离婚诉讼之神的深圣汉帮忙 诉求则是无论如何都要让男人离婚 如此理直气壮的三姐 可把深圣汉给惊呆了 就在他不知要如何拒绝时 不论来养肥护 而韩国村却只允许配偶和亲属捐赠 所以三姐才想要一个配偶的身份 捋清这一切后 深圣汗疑惑地问道 一旁的男人沉默不语 再三询问后才得知 远在国外的儿子也知道此事 只不过并不是妈妈告知的 就在这时 远沛打来了电话 男人一离开 三姐直接吐露了一切 原来远沛一直不愿离婚 是因为买了好多保险 就等饭脱的男人死后 自己尽情地享受生活 此时仍健在的男人 一样地在接受远沛的催钱电话 男人很是无奈 而同样被他们的故事折磨的深圣汗 已经疲力尽 为了补充能量 下午两点就直接下班 一回到家 他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又是整理床铺 又是购买零食水果 原来是为了晚上外甥的到来做准备 好不容易等来了基因后 却被司机告知 晚上九点就要将孩子接走 虽然有些可惜 但时间宝贵 两个人就无所不计地狂嗨了一番 很快就到了约定时间 深圣汗还是忍不住问着原因 深圣汗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基因的奶奶 这个只在妹妹婚礼上见过的老太太 不可以太善良 太善良会出大事的 这句话也让深圣汗寂了好久 妹妹就是太善良 才会被他们一家人欺负 如今这个老太太一回来 目的肯定不单纯 此时还不知道这一切的深圣汗 又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正是昨天要离婚的男人的儿子 独自从美国偷偷跑回来 只是不知道 为何他会直奔自己这里 毕竟现在还没接受他们的委员 父亲还是扑上的 父亲 我 父亲是男人的 父亲是必要败 父亲是不需要败 父亲的心也不需要败 父亲是不需要败 不幸之外 父亲和伴侣 父亲是不需要败 败的败 一切还不幸之外 幸之外 父亲是要败 如此棘手的情况 深圣汗不由的多虑几分后 告诉了男孩 所谓的器官移植 对于无血缘关系的捐赠者 会进行很严格的审查 对于有血缘关系的 也一样会严格审查 但男孩无所畏惧 对于16岁的自己来说 比起这些躺在手术台上 等待手术刀落下的时候 反而会更令人害怕 如今做出这个决定 只为了做一个交易 晚上回到家 脑海里还是不断地想起男孩说的话 一个16岁的男孩如此决绝 再加上瑞震的建议 深圣汗最终动摇了内心的想法 第二天直接找到了男人 男人坐在公园的长廊上 看着指恩发来的短信 深爱的女人 为了离开自己 竟怀上了别人的孩子 她的心就像被生扯掉一般 疼痛男人 于是为了缓解内心的悲痛 独自来到拉面馆 点了一份巨辣的拉面 都说美食能治愈一切 男人便期待了喝了一口辣汤 结果却让她菊花一锦 最后只好用老板的红酒 配着拉面吞了下去 可伤心的事情却难以消散 晚上好兄弟齐聚一堂 她以为她哭是因为深圣汗 就在好友替她出气时 男人打开了手机 不知如何表达的两人 默默地坐在了男人两边 害怕她受刺激 做傻事的好友们 临走前收走了所有气局 只留下男人 独自回忆着曾经的美好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 男人好不容易恢复了瓶颈 只恩却又打来了电话 男人挂掉电话后 下意识地拿出车钥匙 幸亏老板及时拦住 这才阻止了一场酒驾的灾难 但又不能看到无主 老板便舍己为她 当起了司机 成功将女人及时送到了医院 临走前老板这才得知原来 指恩竟是她的太太 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太太刚怀孕不久 她却每天吃拉面配红酒 但毕竟不管自己的事 老板便也没多想 此时医院里的男人 终于见到了那个她 把指恩的情况告诉她之后 戴着绿帽压抑着心疼 起身刚要离开 又忍不住向她解释着这一切 看着她如此善良憨厚 还向自己说对不起 男人心中的防线再次决定 看来是时候要放开指恩了 此时为了买螃蟹 深圣汗打来的电话 却成功捕捉到了她的心事 也许这就是男人的默契吧 几杯烧酒下毒 很快男人就说出了心事 虽然很无语 但看着好友如此伤心 好友们只好用着男人的方式 替她开解 而男人此时却化身忧郁王子 来到窗边眺望的远方 好友也趁机记录了一下 美好的生活 俺擅长 fit 搭讪 嗯 你很棒 看看 你很棒 你把我送給你 好,我送給你 送給你 你喜歡嗎 怎麼辦 你把我照顧你 我把我照顧你 我把你照顧你照顧你 一个更高大威猛的照片 男人卖力地摆拍着 只是悲伤暂时消失了 婚姻还没有彻底了断 如此爱指恩的他 会把离婚事宜提到诉讼层面吗 为了一个渣男 两个女人扯着头发扭打在一起 宁愿当寡妇也不离婚的女人 得知三姐为了上位 竟然把自己的儿子从美国喊了回来 整个人直接气到崩溃 男人没了无所谓 阻挠自己儿子的前途 在他这就是最后的底线 更过分的是 还要让宝贝儿子来捐干 如果放弃一切回国念书的话 不仅功课会跟不上 整个大好前途也将彻底破碎 但儿子根本就不在乎 女人气到直接咆哮 你是大学教授的儿子 怎么能不上大学 但儿子依旧坚持几件 就算是不捐干 也要回国生活上学 眼看怎么也劝不了儿子 于是他直奔三姐这里 准备将心中的怒气全都撒出来 女人一脸不屑 看来自己的账路 真是挑了一个最没水准的低等货色 他一脸自豪地说 崔正胡能当上教授全是我的功劳 为了他自己可是放弃了总编的位置 待在家里相夫教子 可无论女人怎么说 三姐还是那句话 你见死不救 而我愿意为他捐干 我比你高尚 这也话也彻底激怒了女人 大战一触即发 可明明都是渣男犯的错 为什么总是女人为难女人 眼看再这么闹下去 早晚都会出大事 于是男人在接受了 深圣汉的特殊指导后 终于拿到了最有力的证据 将女人告上了法庭 这人真是完全变怒了 你真是狠狠狠狠狠 男人凭借着这条透露的录音 成功扳倒了自己的妻子 就算是采取违法手段 也要跟女人离婚的决心 让她最终背上了 泄露通信秘密的罪名 但却给了三姐一个名犯 女人虽然很不甘心 就这么输了一切 但跟这种男人再耗下去 无非是消耗自己罢了 不知道三姐得知此事 还愿不愿意捐刚啊 所以女人一定要谨记 千万不要为了男人放弃一切 去当全职太太 否则将会赔得血本无归 而同样为情所困的金社长 一边期待着纸恩能重新回来 一边又被现实所敲打 于是在问询了所有人之后 他购买了一辆昂贵的婴儿车 他不想要购买了 还不想购买了 还不贵的贵 做好最终决定的金社长 带着婴儿车将指恩约了出来 然后递上了他最期待的离婚协议 原来爱到极致时不是战友 而是成全 金社长终于解开了自己的枷锁 好兄弟突然变好机友 激情满满的暧昧气氛 让本想帮他摘掉眼皮上卫生纸的金社长 瞬间没了兴致 尴尬的深圣汗 连忙自己扯着眼皮 看来他今天又是为妹妹哭红了眼 一个因为妹妹被离婚后意外死亡 从艺术家变成了离婚律师的男人 只有在妹妹生日这天 才敢哭出声来 可偏偏在这么悲伤的一天 妹妹的婆婆却不请自来 为了保护深圣汗 好兄弟故意谎称她不在 可霸道的婆婆根本不吃这一套 于是金社长只好上前通报 被敲门声打扰的深圣汗 看着门口出现的女人 顿时惊慌失措 她不知所措地走上前 婆婆也不讲客气 便自己找地方坐了下来 作为婆婆竟然对死去的儿媳妇 埋葬在哪里都不知道 深圣汗极力压抑着心中的不满 质问着婆婆 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婆婆却简而言之 就是因为当初她过世时 自己没能赶回来 所以时隔几年回来时 希望能立刻补上迟来的吊咽 来之前也问了自己的儿子 只不过她说不知道 新媳妇修养也不好 想必她也不知道 所以才来到了这里 但她可能太自信了 就算是修养好的深圣汗 也不想再跟他们一家人 扯上任何关系 为了将她打发走 深圣汗拿出了自己的名片 专业地向她发起邀请 如果你想离婚 请随时拨打我的电话 聪明的婆婆当然明白她的意思 临走前还不妄自大一番 婆婆走后 深圣汗眼含泪光的摊坐在沙发上 她不敢想妹妹到底 嫁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婚姻生活 晚上婆婆回到家后 看着基因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全被恶媳妇操纵的一切时 心中很是心疼 恶媳妇气的咬牙切齿 将女儿支走后 对着婆婆就是一顿指责 为何要当着孩子的面说 但婆婆根本不屑 并命令她立马找到周华的坟墓 自己要亲自带着基因去看她的妈妈 不想听令于她的恶媳妇 直接对着婆婆叫嚣着 这是我的家庭 你最好别插手 婆婆听到这话忍不住大笑 江还是老的辣 恶媳妇被怼到无话可说 但并不代表她就会听话 这天得知婆婆已经找过申圣汉后 恶媳妇主动打来了电话 申圣汉看着熟悉的号码 跟妹妹死前接到的 最后一通电话的尾号一模一样 虽然当时从警局得知 那是妹妹好友的电话 当时打来是为了请求帮助 但当申圣汉在回播时 已经变成了空号 如今在看到这个号码时 申圣汉疑惑地接通了电话 本以为是为了基因的事 但听她并不只是为此事 申圣汉果断拒绝了她的提议 什么都说得起来 我跟爸爸相议了 哈 他们为什么这样啊 我好像在车里的车 砍破了一样的车 那不注意的女孩 死亡也无论的关心了 恶心啊 新主啊 此时家里的申圣汉 突然起身回到了事务所 然后将最后一颗葡萄 涂上了颜色 这一刻她好像真的明白 人真的不能太善良 果不其然 对那家人的放纵 就是对自己残忍 这天她接到了一个新的客户 想要让她帮自己 打不离婚的官司 虽然只要诉求合理 申圣汉都不会选择拒绝 但还是疑惑 怎么跑这么远来找她 于是客户便拿出一张 明天地给了她 生圣汉也明白了 原来这个恶媳妇 竟然是金花律所的理事 妹妹的离婚官司 就是她搞的鬼 临死前也是她打来的电话 生圣汉再也忍无可忍 决定收起自己的善良 对伤害妹妹的所有人 发起葡萄乐园最后的反击 一个只会种地的韩国村民 只因娶了一个年轻的越南新娘 便遭遇了整个社会的网络暴力 瞬间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 可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妻子便被韩国最垃圾的律师事务所 拿来大作文章 男人拖着狼头 想要将她的妻儿带回家 女人大步走上前 对着愤怒的男人说 你的妻子正在准备离婚诉讼 如果你在这样对她暴力相向 就只能申请禁止接触令了 男人根本就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只想带走自己的妻儿 不停地呼喊声中 妻子吓得赶忙躲了起来 男人的情绪也越来越激动 生死历劫后瘫倒在地 女人再次走上前 男人犹豫地接下名片 还真以为她是真心帮自己 殊不知自己早就成了 女人对抗深圣汉的工具 老实巴交的男人 还真就找了过来 深圣汉看到明天后 一眼就看穿了女人的伎俩 于是花仲金打造了一番后 气势汹汹地来到金花事务所 交代完之后 帅气地离开了此地 一泡雾水的嫖柔西 拿着名片找到女人 女人看到后得意坏了 聪明的深圣汉终究还是入了套 只是还没开心两秒 一二二五的数字 又让她陷入了困惑 看来这拆散人家妹妹婚姻的仇 是不好就这么过去的 这边刚被儿媳顶撞过的婆婆 想起了跟深圣汉的聊天 原来她早就怀疑了妹妹的死 并不只是车祸那么简单 本就对钱儿媳宠爱有加的婆婆 也察觉到事情不对 但常年在国外的婆婆 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看着她留下的名片 原来上次她找到深圣汉 竟是动了离婚的念头 只是还没等她准备好 这爱找事的恶媳妇 就跑到了公共面前 一边诉说着自己成为 基因的后妈很委屈 这次又遇上了跟基因舅舅较量 难免会有一些火花 一边又将婆婆扔了出来 暗示她要离婚的事 没想到公共不但听不进去 还劝她不要太在意 基因死去的妈妈和唯一的救助 万一你老公厌倦了你 那就无解了 偷鸡不成18米的女人 立马安排了媒体 以男人暴力殴打越南新娘为噱头 直接将较量放到了公众面前 为的就是让深圣汉 再也带不上离婚诉讼之神的帽子 但她做事还是太蠢 事情还没弄清楚之前 就自以为男人不占优势 聪明的深圣汉 只通过简单的交流 就已经推翻了暴力的可能性 아니 猛洞이를 왼팔로 막아가지고 왼팔이 금이 가 되잖아 근데 맞춘석 씨는 오른팔을 못 들어 50경 때문에 왼팔로 쳤을 수도 있지 그래? 이거 봐 왼팔로 치니까 오른팔이 나오고 오른팔로 치면 왼팔이 나오고 왼팔 오른팔 왼팔 오 맞네 그러네 이거 자연스럽잖아 为了弄清这一切 金社长被迫接受了调查的重任 此时还一无所知的婆婆 不情愿地来到公司里 丈夫邀请她回家 想要补偿这些年的一切 但都被婆婆给挽拒了 公共想起儿媳妇的话 这才有了一些头绪 但她肯定不会这么容易离婚的 所以婆婆就只能找到深圣汉 一意敌重的局面 虽然有些困难 但深圣汉却无所畏惧 唯一介意的就是 不想要过多地曝光自己 毕竟这种财阀的离婚事件 一旦开始就会沸沸扬扬 就在两人相谈甚欢时 男人打来了电话 深圣汉这才得知 委托人已经被迫成为了 网络暴力的主人公 看着这些恶俗的标题 深圣汉担心地给男人打去了电话 得知了他的故事后 胸有成竹地对他说 男人感激地哭泣着 而此时的深圣汉 也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50岁的韩国老光贯 好不容易娶了一个年轻的越南姑娘 却成为了众人口中的买卖婚姻 好不容易老来得子的她 本想着不管别人怎么说 只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结果妻子却突然提出了离婚 男人憋屈坏了 气愤地摔打着家里的一切 自己好不容易将她从越南接过来 过着不愁吃喝的日子 拼死拼活地还养着她越南的家人 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 吵闹声中 隔壁的奶奶跑了过来 出面阻止 不想回家的女人 就这么抛下儿子离家出走了 可是隔天女人却又回来了 她且求着男人 自己要带走儿子回越南生活 一气之下 男人拿起棍棒 朝着女人打了过去 邻居听到吵闹声 选择了报警 女人才得以暂时地解脱 条律师一字一句地 教着越南媳妇在法庭上 应该怎么说 原来这一切都是捏造的 金花律所故意煽动舆论 就是为了利用她来扳倒申圣汉 而申圣汉这边也早就察觉了 男人的身体状况 根本不能挥舞棍棒 这也在男人口中得到了印证 而且在第二次谈话中 男人提到这辈子 他最痛恨的人 就是自己的父亲 年幼时 父亲对母亲的殴打 简直是家常便饭 所以自己发誓 绝对不会动手 事到如今 他都不明白 自己到底哪里做错 并且女人愿意放弃长久居住权 回越南生活的理由 根本就是不合乎常理的 于是为了帮助这个可怜的男人 申圣汉决定先转移大众的视线 在瑞震的帮助下 做客电视栏目 曾经是钢琴家的身份也被揭秘 网友这才知道 之前热门视频里 弹钢琴的神秘男人 竟然是大名鼎鼎的 离婚律师申圣汉 随着话题的深入 也终于聊到了重点 这话一出 申圣汉肯定是找到了什么 才会这番操作 于是将叠中叠喊了出来 作为一个两边都透明公开的贱名 死死地拿捏了所有人 外女人看他如此圆滑 便答应他如果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就把普罗西的职位留给他 知道了对方的操作后 深圣汉也安排了金社长前去海南 打听一下当地村民对于男人的评价 很快就收获了有用的信息 原来从男人的父亲那一代开始 都与农药店有往来 本来就是常客的他 突然却在一夕之间换了店 那肯定是之间有了矛盾 直到店老板亲自说出原因时 一切都清晰了起来 还经常见他和一个越南男人联系密切 于是出于好意提了醒 换来的却是几十年兄弟的大发雷霆 吕青思路的深圣汉 开庭前再次找到了男人 看着他颓废的样子 确认之后 在开庭日这天 深圣汉自信发问 原来女人真的假借学韩语为有 出去勾搭了别的男人 原来男人早就知道了 自己的儿子并非自己亲生的 只是为了老母亲 才忍下了一切 事实显而易见 也终于还了老实人一个清白 女人因自杀住院抢救 迟来的丈夫 却在岳母面前哭唧唧 一滴眼泪都挤不出来的她 下一秒更是直接坐在大厅里 看搞笑踪影 遇上这种鳄鱼丈夫 女人真是倒了八辈子没 这天心灰意冷的她 来到了深圣汗的绿所 可她却怎么都说不出自己的痛苦 结果没过几天 就传来了女人自杀的消息 瑞震连忙赶到医院 看着她那焦急等待的父母 虽然不太合适 但还是说出了女人要离婚的事情 母亲很不理解 这么好的丈夫为什么要离婚 难道真的希望女儿 一辈子孤身一人吗 看来她是真不知道女儿的痛苦 女人自小就患有精神分裂症 被父母细心呵护着 这天在教堂里 母亲看着身后坐着的男人 觉得这么年轻就这么有病 一定是个好孩子 仔细地打听之后 确实是一个年轻有为的青年 之后更是亲自为他们创造机会 爱情也让女人的病情有所好转 女人为了即将组建的小家 也努力拿到了咖啡师的证书 在父母的支持下开了一家咖啡厅 可婚后男人就开始了逍遥快活 把所有工作都丢给了女人 这也使得女人的病情逐渐恶化了起来 可奇怪的是男人又突然对女人关心了起来 甚至还参加了精神分裂症病友的家属聚会 只是不知道 拥有如此有爱的丈夫 女人为何还会选择自杀 申圣汉听到这个故事后 觉得中间一定有问题 于是便提议去一趟病友的家属聚会 好好问问具体情况 也许一切会有反转 第二天崔骏就来到了聚会创办人证 经过打听 所有人都对这个男人赞不绝口 难道申圣汉这回失策了 很快就到了家事法院调节这天 一开庭 崔骏就列出了多条 男人的哥哥嫂嫂提出的不合理要求 最近一次是男人的大嫂生日时 原告被抢破送一个必须要抢购的名牌包 制출案文字准备抢购物 对方律师立马反过道 被告一直因此是深表愧疚 并愿意将余生都奉献给妻子 另外原告也位在婚前 主动告知自己患有疾病的事情 而被告就算知道了他有病 还愿意用一声来爱他照顾他 崔俊听着他那如此虚伪的反驳 直接放出了大招 心波就是病友家属论坛的名字 原来男人一直在聚会上 谎称自己的妹妹得了精神分裂症 而他加入心波的时间 竟然是在加入了教会的五天后 所以他其实早就知道了女人有名 并且一切都是有预谋的加入 面对如此实锤的证据 男人再次狡辩着 因为爱他才这么做 那当女人服药过量命在旦夕时 你赶到了医院后 为何毫无担心 还在大厅里看起了搞笑踪影 为了彻底揭开他的假面 崔俊直接递上了证据 男人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在岳父面前大放厥词 一旁的崔俊实在是忍无可忍 直接跟垃圾来了一场大战 虽然有些狼狈 但成功帮女人离了婚 揭开了幸福的假面后 希望女人以后能善待自己爱自己 财阀的女人也太难当了 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 背地里却要为她的沾花惹草 大度地进行妥善处理 一个接一个的女人 记录起来竟然满满一大本 如今已经不想再忍受的婆婆 找到了深圣汉 帮自己打一场一对六的离婚诉讼 而这本《财阀的女人们》 也成为了最有力的证据 此时深知自己太过风流 如今都会成为不利证据的会儿 喊来了这场离婚的脚屎棍 一个最擅长指高气昂的人 作为最适合传话的人选 情音调虽然听着不舒服 但也不敢反抗公共 于是便被迫离开了金花事务所 当起了公共的传话工具 因为她另有目的 会长几分思虑后 表示可以将合律的补分给她 但基因的别想动 将果然还是老的辣 秦英调的小心思 终究是玩不过老财阀 于是为了只能赢不能输的诉讼 她一改之前的盛气灵源 将金花事务所的最高位置 让给了朴柔熙 明知会长抛弃了金花 就等于抛弃了这颗棋子 而本就不可能这么好心的她 如今这么俐落的选择离开 肯定又要搞一些幺蛾子了 第二天 为了给自己找后路的她 就找到了静低找办公室 没想到静被荡成了蟑螂 然而她的一举一动 静拳被秦英调监视着 看来两人早晚会有一场恶斗 此时申圣汉这边 为了帮助妹妹的婆婆迎下诉讼 拿回属于她的20%的股份 来到了餐厅 看着她提供的笔记本 寄满了丈夫的所有风流斩 已经是相当有利的证据 但申圣汉还是有些疑惑 勃迫直白地表 自己需要钱 被信任的申圣汉也真诚地回应着 于是为了帮助她 尽量多地拿回财产 申圣汉没日没夜地总结着资料 终于到了一对六双方见面的日子 申圣汉自信地踏入了集团 并且将这份最有利的证据 直接给到了对方六名律师 这些是完全证明的材料 厄史的材料 厄史的材料 想起来到很不明的 证明的材料 物贡献 提出密的材料 因为这些材料 似乎这些材料 这些材料 判了一种忍路人带争 伤法死亡的惯各的 当他在的女性的发型 跟公司战役会 攻击包起来 不是 威慎的所作用 最后的丝度 伤法 并且是 严谨的对方律师 并无争辩而是选择了先讨论 期待下一次的交流 如此平静的态度 反而让申圣汉心中有了疑惑 这件事好像太容易了 财阀的离婚 是不可能这么容易的 就在这时 金社长敲开了办公室 纪英竟然自己跑了进来 就在申圣汉因为他的到来开心时 纪英却面露难色 看着眼泪夺眶而出的 深圣汉连忙抱住了他 保证一定会帮他 可是孩子到底遭遇了什么事 竟让他如此无助 表面幸福的婚姻到底有多可怕 男人为了时刻监视自己的妻子 不仅每天要确认 妻子穿了什么内衣出门 而且下班不惜绕远路 为妻子的同事们送上甜品 男人的好丈夫 被这些假情假意折磨的女人 最终还是犯每个女人都会犯的错 可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表面看起来幸福的婚姻 到底隐藏了多少让人难以欺齿的痛 这段错误让他险些丢掉儿子的抚养权 而跟他有同样经历的女人 却选择了服药自杀 幸亏有律师的帮助 才让他们顺利脱离了婚姻的枷锁 也许这就是身上汗的出行吧 所以面对许久未见的饭店奶奶 扔出来的灵魂质问 身上汗一句也不敢反驳 因为离婚这件事本身 就跟自己艺术家的人设完全格格不利 但因为妹妹入了这行后 也让她更加艰辛了 这份成为别人背后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 瑞震作为被她拯救的一员 虽然拿回了儿子的抚养权 但自己作为公众人物 竟然犯了如此遭人唾弃的错误 使得她到现在都抬不起头 不敢坐地铁不敢逛街 家里所有的必需品 都只能选择网购 就连孩子的运动鞋 她也只能用看着合适来进行选择 孩子的疑问 却让瑞震陣陷入了深思 可是一时间她还无法释怀 所以就算是倒垃圾 都要好好伪装一下 这天决定试着突破的瑞震 放弃了装饰 还不敢大大方方的她 默默地来到家楼下 很快旁边就传来了一样的眼光 越想越不舒服的她 刚转过身想要反驳 却发现身后早已空空如也 好不容易鼓起来的勇气 就这么在无声中慢慢泄露着 这天公司聚会结束后 遇上了一个醉酒的男人 自称是瑞震的粉丝 幸亏深圣汗就在旁边 才帮她躲过了一劫 可是这无法了却的心结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好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瑞震激进崩溃 但暖心的深圣汗 早就看出了她的脆弱 鼓励着她一定要振作起来 虽然会很难受 毕竟你连孩子的抚养权 这种困难的事都扛了下来 这一次也一定没问题 备受鼓励的瑞震 第二天装扮精致地来到儿子学校 这是她出事后 第一次来接儿子 第一次出门逛街买东西 反常的行为 令儿子都觉察到了一样 但内心却非常高兴 虽然瑞震犯了错 要用一生来弥补 但只有重新振作起来 两人才会越来越好 无起勇气的瑞震 重新当起了主播 虽然大多数人 都送上了支持与厚爱 唯独有一个账号 不仅无时无刻的恶评 还对瑞震的儿子发起了进攻 备受折磨的瑞震 虽然心里早有预期 但伤害自己的儿子 令他还是无法忍受 于是利用法律途径 将网报者约了出来 只是一件面临他颇为震惊 网络里恶语频出的人 竟然是一个14岁的女孩 不喜欢一个人是自由的 所以瑞振尽量地保持理解 你这种人凭什么保护你啊 那我显得也太悲哀了 女孩因为觉得不公 愤怒地发泄着情绪 知道了一切的瑞振 虽然没办法选择原谅 最后还是暖心地对她说 不要再去写恶评 如果需要帮助 就找这位律师 这个世界谁都无法感同身受 但保持善良老天一定自有安排 为什么善良的人总是被伤害 女人刚刚生下孩子 就被小三逼迫离了婚 暴雨降临这天 女人勉强填饱肚子后 接到了尚未成功的情音调 打来的电话 句句都是男人家的财产 生怕女人离了婚 还跟她抢 所以为了彻底铲除这个威胁 情音调多多逼人道 听着女人的保证 情音调依旧聚聚像毒针一样 朝着她疯狂刺去 越来越过分的话 彻底击溃了女人的内心 她只是想要自己的孩子罢了 没想过才罚家离婚 竟然如此蛮横无礼 就在她不知要如何对抗这一切时 一场意外却发生了 从此基因再也没了妈妈 也没了快乐 多年来 在后妈越来越疯狂的控制下 就连她唯一信任的司机大叔 也要被换掉 基因再也无法伪装 只能求助于舅家 看着什么都懂的基因 深圣汉很是心疼 可在韩国县来说 舅舅想要拿到抚养权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但这不正是她学法律的目的吗 所以为了解救外甥 深圣汉决定拼死一搏 安慰好基因后 为了不让她爸爸着急 深圣汉主动打去了电话 等她吃完晚饭 就会送回去 那头的父亲 却还要看秦英调的脸色来做决定 但深圣汉只是打去电话通知而已 并不在乎她怎么决定 毅然决然地让基因 吃了一顿暖暖的晚餐 第二天她便开始努力地寻找起 关于帮基因破利苦海的突破 此时心里有鬼的秦英调 再次找到她嫌弃的朴柔西 原来当初能成功上位 全靠跟朴柔西勾打 才拿到了女人的诊疗记录 从而夺走了一切 如今害怕暴露的她 竟然还不愿放下身段 逼迫着朴柔西自己病 只能说恶人还得恶人磨 如今的朴柔西根本不吃她那一套 要不成功 好 深圣汉这边,经过一夜的思考,第二天拿着所有资料,找到了基因的奶奶,直接拒绝了帮她打官司,因为她的核武器不管是谁,最终都会是圣灵,无非是分得财产的多少人。 只能接受的基因奶奶,很明白这一切都因为自己的恶媳妇,于是她气呼呼地回来,要求他们把抚养权给深圣汉。 基因奶奶很是无语,当初在夏威夷时,那天早上你给她打完电话,人就走了,你不会不记得了吧? 秦英调脸色大变,还嘴硬地说道,那不重要,重不重要等一切解开了,就有好戏看了,这天,被开除的司机找到了深圣汉。 把基因最近几年的变化,都告诉了她,从三年级开始,基因就开始不对劲了,虽然多次告诉过秦英调,但孩子却越来越反常,听着基因这么多年,过得原来并不好时,深圣汉又自责又心疼,身边的朋友也都知道,这件事对她来说有多重要,于是各自兵分两路,一个去跟踪,一个帮她查资料,就在一切往好的方向发展时,警局打来了电话,原来是好友跟踪太明显,被抓到了警局,然后就又一次碰上了秦英调。 借一步说话时,深圣汉这才恍然大悟。 而且基因奶奶一直无欲无穷,财产早就捐给了慈善组织,深圣汉也终于理解了她为什么要争财产了。 隔天她找到了基因奶奶,你需要很多钱,原来是为了帮基因啊。 看来那天你一定是听到了,秦英调对我妹妹说的话,说实话你的儿子应该比孙子重要,所以到底是什么理由,让你这么费心地保护基因,去争夺那些被你视为粪土的钱财。 作为财阀家的女人,也需要大度地给别的女人捧位置,所以家门就成了她最不想进的地方。 但基因妈妈的出现,让她体验到了不一样的家人的感觉,什么都知道的她,并没有选择撕开遮羞布,而是选择带自己出去约会,来缓解心情。 正是这样愉快地相处,她早已将基因妈妈视为了女儿一般的存在。 可儿子的婚姻问题,基因奶奶却无法干涉,知道了所有的深圣汉。 第二天盛装打扮来到基因面前,用她钱包里所有的钱,作为了律师委托费。 神圣的离婚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神圣汉作为专帮别人,脱离婚姻苦海的离婚律师,终于要为死去的妹妹争一口气了。 一直以来,她都以为外甥基因在财阀爸爸家生活得很好,万万没想到,孩子现在竟然有了抑郁症。 为了拿回基因的抚养权,神圣汉决定向财阀开战。 就算是极限一条六,她也无所畏惧。 但作为一个合格的律师,她还是帮妹妹的婆婆保住了婚姻,因为她不想因为基因而牺牲别人。 基因爷爷奶奶的离婚闹剧也暂时告一段落,这天依旧保持夫妻关系的两年,决定继续过着互不干涉的生活。 但过于自信的会长,却突然提及基因绝不能跟她舅舅生活,理由则是深圣汉图的就是我留给基因的部分。 听着妻子对自己的批判,会长脸色大变。 虽然深知自己不占领,但还是自视清高地讽刺着妻子,你提离婚部也是为了钱吗? 听到这儿,婆婆霸气地表示,我反悔了,这婚必须离,很快就到了诉讼这天。 深圣汉带着一堆证据,来对抗被告的攻击。 作为从小看着基因长大的司机,诚实地交代了所有关于基因报应报时的变化,以及其父母的无视。 但心机颇深地情音调,也早已被好了反击的证人。 保姆否认孩子报应报时,却被监控录像打脸。 新司机在金钱的诱惑下,谎称那天孩子是告诉了自己去找舅舅,并不是私自逃跑时,再次被录像打脸。 此时最后一位证人也来了,无恶不作的朴柔熙,接受了情音调给的咖啡厅后,在法庭上否认了一切。 但只有证明了当年是因为她被收买,才非法导致了妹妹离婚拜训,从而失去了抚养权。 现在这场侵权诉讼才能胜利,可朴柔熙还是死不承认,尽管一切说辞都显得过分不合理,但目前确实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第一次交锋后,因为当年把朴柔熙介绍给周华作为诉讼律师,而心存愧疚的劲逼,也找到了这个混蛋。 姚柔熙看着这一点钱,早就被秦英调为大胃口的她,根本就看不尽眼里,就算是看着静低放下自尊的起身, 内心也毫无波澜,计划失败后,静低才敢告诉深圣汉,有一个这么好的朋友,深圣汉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现在就剩最后的希望了,在第二次开庭前,她找到了基因的父亲。 想起之前妻子和母亲的对话,男人内心也受到了动摇,开庭这天,看着打温琴牌的深圣汉,男人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自己申请成为了证人。 原来就在开庭前,她找到了自己的母亲,想要知道,周华死前秦英调到底对她说了什么。 已经做好一切心理准备的男人,求着母亲告诉自己,这对她来说非常重要,亲耳听到了那些吓人的话后,如今她才做到了证人喜,主动说出了,关于前妻精神治疗记录的真相。 男人终于做了一回爸爸该有的样子,有了这番最重要的证词,深圣汉获得了最后胜利,从此基因将会开启越来越快乐的人生,当然恶人也自有恶人。 秦英调失去了丈夫的信任,也失去了对集团掌控的机会,朴柔熙虽然自己做到了守口如瓶,但她对于现在的秦英调来说,就是一个垃圾。 所以别说咖啡厅,现在的她什么都没有了,人间精英的深圣汉,也终于可以做回自由的艺术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